李世民是个顺风儿 因为大唐最近旱灾不断 所以李世民命成十一位户部侍郎 再陪有两个汉院的博士 必须要在五日之内解决掉灾民的硬梁问题 我的好儿子 来 跟爹地回家 也跟你说 这差事给陛下办好了 老子我过几年就举荐你做户部上书 你看看你那些树白家的兄弟们 一个比一个不争气 还是我老成家的种好呀 不仅年纪轻轻就做了文官 还是从此品的户部侍郎 是不是有那个大命 是不是吃饱了称的 还要举荐自己当户部上书 老子只想做一个小毛呀 我K 杰儿哥 你看给他可以的 也都要笑半了 谁说不是呢 陛下得推只让他加十一 当一个户部侍郎 要是让十一当户部上书 这蜂窝没斗得上天 你再看看 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真恨不得当时被他设墙上 真的是让给我几滴惊喜 你不说还好 你说我真想给我这个逆子打死 你再看看 从我没加的十一 真的是天差底别 可羡慕死我了 次日 陈十一一脸猛逼的 走在去户部报道的路上 此刻 他的脑海之中 想的都是 怎么将这苦逼拆使甩扬 妈的 当什么官呀 跟着一众长安的豪门子弟 醉酒当哥 调戏美人 还是正事啊 处理不好 赈灾的事情 还要被拉去为马 你就是成家的小子吧 来上任了 来的还挺好 之一见过李伯父 伯父安好 威风不检当年 这位以后 可就是自己的顶头上次了 可得好好发解 虽然他跟自己家老子私交甚好 可该发解 还是得发解呀 况且这里近的闺女 可是长安城中有名的大美人呀 文武生全 若是能泡到手 臭小子 在这里要叫我上书大人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陛下给你配的汉林博士 这位是和梁 精通算学之术 这位是周童 精通师子 还曾经做过太子守时 卧槽 什么牛马啊 这么拽 在我高起义的面前 还敢装逼 今后就仰仗二位汉林博士了 堂堂国公之子 竟然大字不是一个 真是一小大方 承家小儿 有事快些说吧 老夫汉林院中还有要事 没功夫排你相胡呢 卧槽 两个老独子这么能装逼 都是灌的臭毛病 小爷可不灌着你们 装逼我可是你们的祖宗 还以为陛下给我配了两位什么高人呢 没想到是我配了两个庸才 也罢 两位先生去忙吧 我这的事 估计你们也帮不上忙 这成家小子 倒是什么都敢说呀 把两位汉林博士说成是庸才 你老子也不敢这么说呀 无知小儿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我们是庸才 大堂可还有贤才 成家小子 老夫即刻就回去面胜 让陛下好好成见你这狂妄小儿 对 卢国公府的人 真是跟卢国公一样愚昧无知 嗯 这两个老东西竟然还敢骂我老爹 这还能忍 不给你们上一课 你们是真不知道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有多么权利 两位先生在我眼里你们就是庸才 如果不服我们可以比一比 呵呵 黄头小儿 真是无知者无畏 你不配跟老夫比 对 跟你比 简直就是对我们二人的无辱 两位先生 不敢就不敢 找那么多借口 做什么 若是我输给了两位先生 在下听听 两位先生主治 这小子疯了 跟两个汉林院的伙事比 你们卢国公府的人 加起来认识的字 都没人加一个人认识的字多 这小子这么狂吗 心里没点逼住呢 数字无理 我二人且会怕 好 若是你说了 你就去我二人府上 给我二人府上 人流为牛一个月 这两个老东西也够狠呀 让一个国公志子 去府上为牛 这成家小子以后 还不轮为长安笑饼 你个臭小子 你丢人可不能带着 你跟卢国公一起丢人呀 好 我答应两位先生 若是我输了 就去两位先生府上 轮流为牛一个月 可是 若是两位先生输了呢 可敢也道 我卢国公府 为牛一个月 哼 笑话 我二人怎么可能会输 若是我二人说了 莫说为奴一个月 我二人余生 便在你卢国公府为奴 对 周兄说的对 哼 黄口小儿胆大豪天 今天就让老夫 好好教训教训你 两个老东西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老子可不惯着你们 好 一言为定 小子刚才听闻 上书大人所说 和先生精通算学之处 那小子就来跟先生比算学 你我各出一体 答对者为胜 和先生意下如何 狂妄小儿 老夫就一名 你先出题吧 和先生 长者为先 还是您先来吧 老夫就一名 先出这第一题 你听好了 我问你 长安一户一年口粮为六蛋 555户人家 17年口粮为多少 呵呵 老夫念你年少五只 给你十分钟来算 十分钟内算不出 此题算你输 呵呵 这么简单的题 可需十分钟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555户人家 17年所用的粮子为 56610蛋 这么快 绝对是胡说的 对对对 怎么可能这么快 难道这小子猜对了 快 去拿算筹来 验证一下 不 不用算了 他 答对了 的确是56610蛋 此题是老夫用来考验 汉林院中学子之题 答案老夫已经凝静于心了 你是怎么算出了 你并未用算筹 更没有土眼 你是怎么做到的 呵呵 饺子自然是精算而出 这么简单的题 还用土眼 你想学吗 想学我教你啊